為了要提升國民的機組安全 政府都會發出 固定、素量的豐災經歷去 向國小鳳軍隊 占對著小民眾 親自獨自老人 計算不過 也許新興障礙者 來優先安徵 日後這天 小鳳軍隊來到向來 替民眾正式免費的經歷去 小鳳軍隊表示 為去年跟他已經 正代表三百貨 而且也有來做豐災的選擇 希望能夠結立民眾 正確的豐災度行關掉 為了提升國民的安全 政府每年都會固定紛亂 一定素量的豐災經歷去 夠更分局 占對獲勢組合優先來安徵 用聲音提升的方式 讓民眾如果是剛才豐災 可以兩天來度行 你跟我說一下 這次小鳳軍隊來 不用跟你們做這個 你覺得是嗎 我很好啊 很好啊 很感心啊 很感心啊 對啊 還可以有這個 有這種的服務 生很好啦 無論路會真的有 如果這個豐災 是很恐怖的 對啊 但是現在因為豐災 經不起素量有限 所以會先對獨家老人 去收集好 行動不變的機民 來便會做安裝 請教員家裡的安全 現階段安裝住景器有分 就針對三大那個對象 第一個就是 那個身心障礙的人士 然後以及獨居老人 還有低收入戶 那因為目前的數量 我們原則上就是以一戶安裝一個為原則 那安裝這個住景器的好處就是 他可以及早發現火災 那讓我們做初期的滅火 以及提早做那個避難逃生的動作 因爲小風宮的人手藏 以勝友善 沒辦法打到全民都免費安裝 但是他們主要是希望 建立民眾的豐災意識 自己可以去買來裝 為何自身的安全 那因為政府在有限的 預算跟人力之下 那我們要安裝這個住景器 沒有辦法非常地普及 到每個那個家家戶戶裡面 那所以這邊還是呼籲民眾 就是可以自行購買 自行安裝住景器 那可以維護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小風宮也建議 可以在每一間房間 都賺一個是最好 而且已經不去一個 加300多元 就可以輸用10年 一般賣金都有在賣 希望民眾主心要有關聯 保護自己的安全 此次回到蔡宏報道